近日 父亲警方在开展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摸牌中 成功打掉一涉恶犯罪团伙 今年2月份 父亲市张武县韦子沟村村主任 白某及其同伙四人 因承包树地一事 与护林员袁某某起了冲突 并对其进行殴打 经张武县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被害人袁某某的伤情 已构成轻伤二级 当时被害人已经受到严重的恐吓 独自不敢到医院去 这让我们派出所的民警 带着被害人到张武县人民医院 进行缝合治疗 张武县公安机关 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侦查 于今年3月将这一涉恶犯罪团伙 成功抓获 在审讯过程中 同时另发现 该团伙涉及在尾子沟镇 丘大罗嘱 非法开采矿山 该犯罪团伙利用主犯白某 曾是村主任的职务便利 对当地矿产资源领域 进行垄断经营 以获取巨大经济利益 并且长期采取暴力 威胁 恐吓等手段 造成当地及周边乡镇群众 严重心理恐慌 严重影响村委会正常工作 目前 该团伙所有已知成员全部到案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本台著复新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简向